第四十二回 昨天說到唐玉問丁氣是不是想殺他滅口 丁氣就沒有回答他 唐玉嘆了一口氣 出來將右手拿著的當歸牛肉丟到地 然後說 好,那你動手吧 丁氣就說 你動手先 既然你是唐家的人 為什麼不把你們的獨門暗氣拿出來 唐玉明白了 丁氣不敢撲過來 是因為他怕暗氣 唐玉是唐家的人 很自然就帶著唐家的獨門暗氣 如果他把他的暗氣洗出來 就算十個丁氣都不夠洗 不過 他不可以拿出來 因為他已經看到趙無忌了 趙無忌從一棵很大的桑樹後面閃了出來 很快就已經逼近了丁氣 丁氣的注意力 就在唐玉的身上 所以就沒有發覺 那麼是人對著一個身上隨時都帶著唐家暗氣的人 怎麼敢敢大意 唐玉說 可惜 什麼可惜 現在你整個人都在我面前 我就算是唐家一個三歲小蚊子都可以打你七八十個洞 可惜我身上連一樣暗氣都沒有 我根本不是唐家的人來的 丁氣一聽 臉色都變了 他想拔劍 誰不知 他的手剛剛拿著劍柄 趙無忌的右手也一掌斬中他頸後面的大動脈 左手那把三寸六分長的刀 同時刺入丁氣的腰 剩下一把刀柄就凸了出來 吉正致命的部位 啊 簡直是拔劍都沒得拔劍 唐玉擔的頭 好吃驚地看著趙無忌 他真的想不到趙無忌出手會這麼凶狠 左邊頸後面那一掌已經夠了 還用什麼加刀呢 趙無忌突然說 我本來不想殺他 或者可以問到一些東西 那你為什麼殺了他呢 因為這個人太過危險了 對付這種人絕對不可以給他機會反擊 丁氣踏下之後趙無忌就走到梵雲山旁邊 梵雲山的胸口似乎還有些起伏 好像還會吐氣 不過就不知道他心還在不在那兒跳緊 所以趙無忌就抹下腰 將耳朵貼在他的胸口聽聽 那麼唐玉這陣子就站在趙無忌的後面 距離真的不到三尺那麼遠 唐玉的手立刻就伸進了三袖裡頭 現在呢他是男裝 那支金釵又沒可能插在頭髮那裏 那支金釵就擺在三袖裡頭 他的手伸進去之後就捏著金釵 只要他的手指一出力 那支金釵裡頭那些油納就會流出來 保護著他的手 那麼他這隻手隨時都會有一堆毒沙灑出去 只要他灑出一堆毒沙 那麼就算閉上眼灑出去 趙無忌都實死無疑的啦 不過他最後都沒有這樣做 因為他太貪心 他想知道那個財神究竟是誰 甚至還覺得那個財神比趙無忌更重要 有趙無忌才能引出那個財神 現在財神還未來 趙無忌又怎可以死得呢 所以唐玉姐手隨時慢慢從三袖那裏伸出來 他還要等著財神 然後才一箭雙雕啊 那麼樊雲山呢 慢慢恢復回正常啦 起得翻身啦 他看著丁氣說 哼 他是個聰明人 可惜聰明翻臂聰明 如果他蠢一點都不會這樣的 趙無忌就說 哼 他是半徒呀 我知道 他想殺你 如果他不死就你死呀 我知道呀 不過他已經死了啦 既然他都已經死了啦 不管他生前做過些什麼事 都可以一筆勾笑 我一定會好好地 料理他的後事的 趙無忌笑一笑 拍拍他的肩膀說 嗯 你記不記得 我們今晚還有一個約會的 哦 我記得 怕還記得 我究竟約的是誰吧 財神嘛 沒錯啦 那他一向就不喜歡別人知道他的行蹤 這次可能都是一個人來的 哦 我明白的 所以他的安全 我們一定要負責的 行 沒問題 我一定會盡量地調動本門兄弟中的高手來保護他 不過 不過你還未知道我們約會在哪裡見面是嗎 沒錯啦 不知道地點 就很難去保護的 呵呵 其實你應該想到 財神通常都在什麼地方 哦 哦 哦 財神通常都是財神廟啦 那麼唐玉就一直留意趙無忌 他發現趙無忌和樊雲山說話的時候 已經帶著一種命令的口吻 樊雲山居然聽得很順耳 有種人好像天生就是做官做守老那樣 趙無忌就是這種人了 趙無忌說 走了 我們現在就去財神廟了 唐玉就問 我們 什麼 我都去啊 難道你不想去見見財神嗎 哦哦 沒有人不想見財神的 各位 那在生活中事實是個個人都想見到財神的 所以個個地方都有一間財神廟 聽說天上地下所有的錢財都歸這個財神掌管的 無論誰一見到財神一定會發大財的了 奇怪的是 你找雲天下 沒有一間財神廟是好看的 輝煌一些的 通常都是又小又舊又懶 而那位窮到周遊列國奔波港學的孔子 就剛剛相反 他窮還窮 不過所有孔廟都好大間好輝煌的 為什麼呢 戒印就是 錢財雖然可愛 不過就不受人尊敬 那麼這個地方的財神廟亦都一樣 又舊又爛又小 那個臉是黑咪懵 騎著一隻黑老虎的財神像 這麼差都已經脫得差不多了 這衣服好像補了很多疊 唐玉跟著趙毛記來到之後 就沒有說謊話說 哈 有件事我總是不明白的 為什麼財神的樣子看起來這麼窮呢 趙毛記就說 如果你看到真正有錢的人 你就會明白的了 為什麼呢 那些人大把錢 多到數都數不清 自己都還省到死 孤寒到死 穿就穿爛衣服 吃完那些鹹菜泡飯 身上掛著一大抽鑰匙 對了 為什麼會架大抽鑰匙呢 什麼呀 孤寒咯 柴米油鹽全部都要鎖在櫃裡頭 這樣就做到一大抽鑰匙呢 還有些誇張些的 蛤 底褲穿到臭都不捨得洗呀 為什麼呀 洗得多會洗爛一條褲子 哎呀 難道財神又是這樣 看見的錢是窩囊那麼大嗎 蛤 必須說呀 所謂孤寒財主 孤寒財主 不孤寒又怎麼做得財主呀 咦 你好快去見到一個活財神的啦 他今晚一定會來的 一定來的 唐玉心想 哈哈 好呀你趙毛記 這個財神就是你的溫神 只要他一來 就連你都死定了 唐玉真是好想知道 就趙毛記明白真相那時的表情究竟是怎樣的 沒多久 樊雲山就來了 他臉色是好差 丁氣那一掌 劈中他的頸真是劈得好厲害 現在還隱隱作痛 不過 沒有影響到他辦事的效率 他立刻向趙毛記匯報說 我已經按你的吩咐 將本門兄弟中的高手全部都調閘來這裡了 現在 這條路上都是我們自己的人 趙毛記對他的辦事能力很滿意 唐玉當然更加滿意 樊雲山調來的那些人手 不用審 都是他自己人 其中一定會有幾個高手 現在 趙毛記已經成了他的網忠魚 唐玉根本不用別人幫忙 就憑他和樊雲山兩個人 要做瓜他 真是話都沒那麼容易 甚至 他身上那個荷包 荷包上面那些茅蛋花 茅蛋花花心 那件最厲害的暗器都不用洗出來 趙毛記又問樊雲山話了 在外面防守兄弟 是不是都知道我們今晚要等的是什麼人 哦 我只是告訴他們 除了一個穿著黑屁風 拿著紅燈籠的人之外 其他人一直不准通過 我保證沒有別人進得來的了 樊雲山這樣說 表面是對趙毛記保證 其實是對唐玉保證 既然沒有人進得來的 那就是沒有人來救得到趙毛記了 趙毛記就叫天不應叫地不靈了 你是大風堂的少爺都是假的 唐玉的心都在偷笑 好似連天都在幫他 好快就天黑了 樊雲山點著油燈 接著就聽到外面 非感吹了一聲口哨 是暗號來的 財神來了 而且好快就來到 這位財神 看來不太貧窮 不太寒酸 他生得神高神大 頭髮有點灰白 臉很紅潤 儀表堂堂 披頭很大 穿得也好似你 只是那種好淡定好華德士的那種人 如果你有錢 都一定會很放心地傳入他的錢莊 這種人靠得住 不過 趙毛記介紹他給樊雲山和唐玉的時候 他的面色就真的很難看 趙毛記解釋說 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財神還是黑口黑臉地說 我不是說過 除了你之外 我不見其他人嗎 是 那就請他們走 趙毛記都很尷尬 他想不到這位財神 一點臉都不給他 幸好 樊雲山和唐玉很識趣 打算是想走了 唐玉走過來 握著趙毛記的手 他說 嘿 無謂你難做 因為 我們是好朋友 他真是個好朋友 他握住趙毛記的手 握住趙毛記覺得有點不對勁 想說拋開他的手 已經遲了 樊雲山在旁邊一掌 就打正趙毛記頸後面的大動脈 趙毛記踏下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財神很生氣地撲到唐玉那裡 但是 那財神是怎麼是唐玉的對手啊 連唐玉一招都怕接不住 那麼到趙毛記再抹開眼的時候 那時候 財神已經被人用繩綁住了 他自己也一樣被人用繩綁住 連穴道都點了 那麼在唐玉拼開他的手去對付財神的時候 樊雲山就點了他的穴道 財神這時候看著趙毛記冷笑說 你這兩個好朋友 真是好朋友 趙毛記就說 唉 有早知道沒有乞丐 怪我自己認錯人 唐玉就開心到笑 一邊笑一邊說 哈哈哈哈 如果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還怕會生氣到坎頭埋牆都可以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什麼人啊 嗯哼 我就是唐玉 就是你疑得鑑生戀死的那個唐玉啊 哈哈哈哈 趙毛記沒有出聲 到了這種地步 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現在唐玉終於見到他的表情了 可惜連一些表情都沒有 今天到了這種地步 你叫他有什麼表情啊 唐玉又說 我本來都不想說殺你的 現在呢 有個人告訴我 不殺你就不行 誰告訴你啊 你自己 你教我的 哈哈 不記得了 你說如果要對付一個危險的人 就絕對不要給他機會反擊 你剛好又是個很危險的人 我剛好又是個很聽話的人啊 哈哈哈哈 那你為什麼還不動手啊 哦 因為我不想你死得不平不達 哈哈 我們畢竟是一場朋友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本來 我說不上 還會有人來救你的 啊 怎知偏偏你自己又要再三吩咐 說除了這位財人之外 就不准任何人進來 這樣說了 范雲山也都加把好 你說 是 他不是關照我 他是命令我 就算是我的老豆 都不放得進來 而我剛好又是個好聽話的人 哈哈哈哈 沒錯啦 大風堂有了你這樣的人 哈 真是不錯 不過怎麼說都好啦 話畢了 你都對我不錯 你的後事了 我一定會叫范雲山好好辦理 你臨死之前還有什麼要求的 你儘管告訴我 我還不是會答應的 我有一件事 很想問你 哦 什麼事呢 常觀人是不是在唐家寶 哦 是啊 哈哈哈哈 唐玉真是想都不想就告訴他 因為他認為 趙無忌現在等於是個死人 在個死人的面前 什麼事都不怕說了 唐玉又說 常觀人不單止在我們唐家寶 而且很快就就會變成唐家人 為什麼 因為他很快就要入聚我們唐家 做唐家的女婿 你們為什麼要招他為女婿 哦 他是個很有用的人 只有他才可以跟我們帶路 大什麼路 哈哈哈哈 這裏是大風堂的地盤 如果我們要入這個地盤 或者其他地盤 是不是要找個大路人先 那倒是 說到大路有誰好得個常觀人 那你說 今天真是沒有 哎 趙無忌辛辛苦苦努力了那麼久 看來這些人真是等於盲佬點燈的白費納 這次真是玩完了 財臣被人捉了 大風堂 哈哈 看來散去都行 好了 但是奇怪的是 趙無忌居然還笑得出 笑得好淡定 面無青就不用怕那種 唐玉見他笑 自己也都在那裡笑 笑得好開心 那當然了 得償所願 但是笑笑下 他覺得好像不妥了 不對路了 他突然之間問樊雲山說 嘿嘿 你看不看得出你們趙公子做什麼呀 樊雲山就說 呃 他好像是笑著 現在他為什麼還笑得出呢 蛤 我一向都覺得自己是很聰明 人人都說我是很聰明的了 不過我都是想不通 他為什麼還笑得出 趙無忌劃 我本來都不想笑 不過我真是忍不住笑 有什麼事令到你這麼好笑呢 有很多 很多事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兩件給我聽一下呢 可以 說吧 我覺得很好笑的事 你未必會覺得好笑的 不要緊要的 好啊 如果我說 有個人明明已經被人點了穴道 而且還綁得緊緊的 但你隨時都可以站起來 你可不覺得好笑呢 哈哈 如果我又說有個人明明被人殺了 隨時都會從外面走進來 你又會不會覺得好笑呢 哈哈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 有些事只是聽起來就不是那麼好笑 不過如果親眼見 你就會笑到肚都亂地說 唐玉當然記得自己曾經說過這個笑話 趙無忌又說 不過有些事是剛剛相反 聽起來雖然好笑 但到你親眼見的時候就笑不出了 趙無忌一邊說 一邊是真是自己站起來 各位 站起來即是有得打過了 那肉之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救命 接著